這五個英文字母其實是一個英文字的簡稱來的LGBTQ L其實是LESBIAN的意思 即是說中文是女的同性戀 即是說兩個是女的性別 喜歡了對方 還是產生一些關係 即是機器男應該很多人知道 是有分男和女的同性戀 B是BISECUAL 即是說雙性戀 意思是一個人無論男還是女 喜歡了男和女兩個性別 然後Transgender 即是說跨性別 即是說不男不女 不男不女是一個新的性別 Q是Q 即是浩爾 即是說他很奇怪 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LGBTQ有另一個其他性別的 很多的 例如無性別那些 很多 超多 之後 有個節日叫做Pride Day 是叫做驕傲遊行 通常是六月尾會搞的 還有六月尾 因為第一次這些類型的遊行是六月尾的 歷史上 通常是一些很自由地方 例如美國 是很多這樣的遊行 去提倡很多性別 即是說很多不同種類不同的食物 就是他們用一個旗 是代表的 例如彩虹旗 或者其他旗 例如淺藍色 白色旗 有些人呢 他們是贊成這些東西 有些人反對 因為這世界很多東西都是對面的 所以 是有些地方 或者有些民族 有些文化 是不讓你去搞這些東西的 相對 射程 一乎 中文字幕——YK